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 我们今天就分为两派 我是第一欲望年轻人生活队的队长王绵 我代表就是年轻人拼命不放弃的这种态度 人生就要拼搏 有些人觉得自己好像是属于那种低欲望 说明就是能力不够 才用了这个借口 我们能力这么不强都跟你同台了 能力强得上哪儿 觉得真是 你们这么没有欲望何必来呢今天 我们虽然低欲望 但是我们生活态度是不摆烂 快也好 慢也好 其实是你的内心是否平静或者快乐 说得对可以结束了今天 已经总结了 快慢都是有道理 接下来开始话题 辩论 我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用的是智能手机 但是我用智能手机 不一定要靠它才能够维持我的幸福感 当你工作了一整天特别累 回到家没有饭吃的时候 除了打开手机 点一个外卖你还能怎么办 你想多了 因为我家里面有我在的人给我做 有我在的人给我做 做 傻狗粮的这个国分 行了 你说了这么多没有重点 借我们内务的高重点 其实他们是体力吧 财富自由才是人生真正的自由 朋友们 薪水是一时的 但是热爱是永恒的 我们思考一下 一个工作一开始 他的薪水就是比较低的 他上升空间有多少 只能照顾自己 只在乎自己 你不是自私 是什么 我的家人特别爱我 如果我不开心 我的家人就崩了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我们就一起去体验 数字游民公社 它越来越现代化 会不会就跟城市 就越来越贴近了 那你为什么要拒绝城市 为什么要否定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要拒绝城市 但我们去了公社 不就是为了逃离一些 逃离城市不是为你 逃离高科技 逃离便利吗 不是的 你去城市只是为了 姐姐你今天应该来我们棚里 录节目 真的 拔他在车角板上 嘿嘿 我不想劲了 拔他在车角板上 拔他在车角板上 那我不想要换个城市生活吗 那只是服务于你们自己 老百姓能看懂吗 对他们的生活有意义吗 对他们的生活有意义 צ 富翡 大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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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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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好工作不要错过 朋友们 来来来 健身游泳了解一下 走 跟我去健身 跟我去观念起来 走起来 不要瞪着了 大肢脚 翻砖人要牵纸 你们 好烦好烦干嘛呀 唉呀 来来来 享受的生活吵什么 大好的光阴我们需要打拼 那好欢迎 是我想说钓鱼 鱼有鱼的生活 你有你的生活 你赶紧你脱口袖 大王都要保不住了 徐志胜上来了 让他拼不好 我早就不想要了 你得拼 我们都替你生气 赶紧 别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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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活了 是的 电视前还有现场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现在大家正在收看的是 我们准时在每周四 和您相约的 天天向上 最近这个低欲望生活 成了非常热门的 网络流行词 衍生出了一种 低欲望生活的新方式 这种化繁为简的生活 成为了一种 年轻人的一种流行 当然也会有人 以这个低欲望 作为自己的借口 我们今天就分为两派 他们两派人 对这个低欲望的生活 有不同的理解 现在我们首先 有请双方的队长 发表一下观点 拼命三娘派 三郎三郎 不是三娘 拼命三郎 本人不才 担任一下我们 拼命三郎队的队长 拼派 我是队长杨三娘 杨三娘 什么三娘 没错 我代表就是年轻人 拼命不放弃的这种态度 所以说我觉得 人生就要拼搏 短短几十年 一定要让大家 看到自己的光彩 一定要拼 有些人觉得自己 好像是属于那种低欲望 说明就是能力不够 才用了这个借口 谢谢 说得好 没毛病 我是后天比明天更努力 明天比今天更努力的海拳 大家好 我是不能闲 一停下来就会慌的小七 不能闲 我是永远自律 绝对不能停下来的高涵宇 好可怕 好 你们这边 大家好 我是我们低欲望年轻人生活队的队长 王绵 你们好 你们好 我们这个生活体系 就是不喜欢比较 我们只喜欢专注自我的生活 让自我生活更开心 是的 然后刚才有些人说呢 说什么能力不强 给自己找借口是吧 对 我们能力这么不强 都跟你同台了 能力强得上哪儿去啊 真是 你们这么没有欲望 何必来呢今天 这就是不一样了 就是我们虽然低欲望 但是我们生活态度是不摆烂 也是哈 对 好 大家好 我是陈楚生 你看 连多说一句话的欲望都没有 你是吃字了吗 大家好 我是吴泽玲 好 我说一句话吧 我是保温杯不离手 保温杯里泡枸杞的白鞠钢 对 听下来啊 两方面对自己的生活 都有完全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我们来看看大家心里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 看看能不能够认同 彼此的生活状态 你们手里面都有一个排排啊 有大可不必 理解不理解 随时可以通过手上的牌子 表达自己的观点 好 我们首先来看看拼命三郎派 每个人的标签 猜一下每一个标签对应的是谁 来吧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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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效率太慢了啊 不要高兴 慢慢来 不着急啊 师傅 这凳子有点脏 可以拿着再擦一擦 我们也不着急录制了 大可不必 我们是先看拼命三郎派的 人到中年更拼命 齐思君 齐思君 我谢谢你啊 哇 全哥 这肯定是炮哥 我身身中 我不是中年 我是青年晚期 海权哥都快过中年了吧 中后期了 没有吧 全哥 这肯定是全哥 海权哥 在我直播间我告诉你 直播间去 这种时候还要卖货 刷题那个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我超权海权哥的一个点 去年我们从海口 有一次一块飞回北京 当时也是录了一天节目 晚上的飞机 当我在飞机上一觉醒来的时候 海权哥在机舱昏暗的灯光下 拿着这么厚一本 和经济学有关 但是我记不住他的名字 因为太陌生了 这么厚一本书 喝着茶再看 因为大家都是录了一天节目了 我当时真的垂死病中 接坐起什么 然后我就睡了过去 但是那个对你来说是放松是吗 对 这是挺好玩的 那本书不是一个让人放松的书 一定是一个让人能够昏迷的书那种 海权哥那阵子就是失眠 看那个书一下睡着了 有可能对于海权来说 那就是一种放松 对我来讲的话 就是乐趣 享受 乐在其中 它不仅仅是这件事情结果本身 我觉得参与感体验感 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讲还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你的生活 我自己就自得其乐就好了 当然可能累并快乐着 累并快乐着 好 第二位 高度自律使我快乐 猜猜是谁 一定不是你了 哥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我 我不自律吗 刚才在后台你可没少吃东西了 我们说的是精神上的自律 我觉得应该是汉语 上面写了吗 高汉语自律吗 汉语啊 是 肌肉不能消失 体重不能上70公斤 哇 很多人说健身是会上瘾 但讲真的 对我来说 健身和保持体积 永远是我最痛苦的 但我为什么要一直自律呢 首先我是觉得 机会不是随时都会有的 但是我觉得调整好最佳状态 随时可以去抓住那个机会 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我会 我们这边真的很燃 对 说实在的天呐 你都觉得自己不配坐在那里对不对 哇真的很正能量 我太棒了 快语真的是 第三啊 不进则退的业界劳模 这个肯定是第一歌了 毕竟跨了这么多代 跨了这么多代 出道十几年了 看一下 上最多的节目赚最多的钱 没有这句话 上节目多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观众还没看厌恶 我就继续上 快了 快厌恶了 但是总而言之 我还是尽量在不同的节目 展示出不同的样子 虽然有的时候 可能录节目录多了 我自己还会分得清楚 我录的是哪个节目 我妈都有点分不清了 因为家里不是是我出来录节目 我妈也出来录嘛 有一次有一个节目 杀青的时候 我妈说 这一季录下来 有很多怀念的记忆 比如说跟我儿子去滑雪 我说妈那是另外一个节目 通告他吧 我妈录节目都录差了 而且碎片生活一点没落 拍无数的短视频 流量非常好 短视频也是 我要自己策划 自己拍自己剪 同事在高铁上睡觉的时候 我要自己剪视频 反正就是我觉得 最累的就是睡觉的时候 睡觉累 我现在每天睡六个小时 因为我科学研究表明 人睡觉九十分钟是一个周期 正好六个小时就刚刚好 我是觉得 人终有走的那一天 所以我希望我有限的时间里面 就是非常充实 好 不断给自己加压的很人 那边你肯定就是小齐了 是吧 刚刚跟他们三位比起来 我发现我坐得还差太远了 也非常OK 你睡觉一天要睡几个小时 睡得有点多 昨天睡了六点五个小时 你看你看过了吧 多了半个小时 太多了 人生就差了很远 真的差太远了 停下来就很慌 是 就是不能闲 就是因为有那个时间安排表 比如说看后面两个月 或者是后面几个月的时候 会看这个月 为什么中间还空了这么些日子 然后立马 两到三天 你就觉得自己过气了是吗 就真的会慌 关键是一直还没上气 上气急不上下气的 两到三天 我一定会策划一个短视频拍摄 这个我真的不理解 两到三天休息一下可以 但是后面必须要接上 包括日常的时候 哪怕是家里面有什么保洁阿姨 然后自己要家里装东西 装修 你都会问他下个月的档期表对吗 没有 我把时间给他算 算仔细 就是装这个柜子 师傅是十一点到两点来 阿姨是两点半到四点半 这样的话我五点的时候就可以出门 然后和朋友约一个饭 然后几点再回去 那万一那个阿姨是那边 大可不必那群的 他来晚两个小时你就完了 对啊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来晚半个小时没办法 我那边堵我就没办法 然后我就会立马改变 今天所有的整个计划 然后通知后面的朋友说 我们稍后晚半个小时 如果说朋友说我已经出门了 我说阿姨那你就先别来 我们改天吧 然后呢我这样的这段时间 我可以拿一些临时能补偿的事情 比如说现在出去看我的书 或者是出去看个日落也可以 那就是一定要填上它 太麻烦了 那边的眼神怎么不接 他们都困了 我们逼死他们 好 这是他们那边 来 我们看看我们这边 功名利路皆为浮云 我不信 我看看是谁 我不信 肯定不是王勉 为什么呢 一直在化妆间跟我聊钱的事 没有没有没有 好 你们大概是谁 储生哥吧 可能 储生 储生 储生哥 储生 储生 应该是储生哥 王勉 放弃脱口秀大赛 穿朋友的旧衣服 深度垂掉爱好者 挨个说啊 第一个 是什么档期排不过来对不对 是这样的 首先大家都看到了 就今年比赛我们有参加嘛 对 然后对于我们行业来讲 其实每一年最优质的节目 就是拓球大会 其实你上来这个节目 对你是最有价值的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 给自己放个小假了 需要顾生活 填补一下自己的精神上的内耗 我就会放弃那些 所谓的可以收获的东西 我是那种就是 如果有十天没有工作 我就非常开心就去钓鱼的人 因为工作会让我焦虑 但是生活会让我特别放松 哇 好小啊这两条鱼 这是虾米吧 小人钓小鱼嘛 你这是很正常 对我来讲就很大了 这有大了 这个太大了 有点撑了 刚才两只够吃 这个你看着很大 其实你们拿起来就很小了 这个照片为了发朋友圈 也不是低欲望生活 难道是剧照 其实这个鱼剧都挺贵的 就我们低欲望生活的人 就是我们追求的 不是普世价值观 社会意义上的说 这个东西很有价值 我买奢侈品 而是能让我们 丰富自我生活 然后让我们精神很满足的东西 对我来讲是我喜欢的事情 这个我们也赞同 我们也没有那么肤浅了 其实 好 穿朋友的旧衣服 就是我可能 我所有的衣服几乎没有 就全程下没有自己花钱消费的 但问题是你能穿上的衣服不多 这样说错了 哥 我能穿上衣服非常多 因为都大 因为都大 我只要剪一下就好了嘛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 逃离城市的理想主义者 他们仨谁逃离城市 住在郊区是吗 这意思吗 储生哥吧 储生哥 那应该是储生哥 储生吗 哪个都像储生 每一个都像储生哥 没有 白举杠 小白 小白你 我住郊区 这旁边有很多艺术村 专门选择的那里 艺术村 对 我16年 17年的时候 我选择和我乐队住一起 那不是为了工作 写歌吗 不不不 还是歌爱工作 不 我也是住得远了 那些土地呢 可能比较便宜一点 就种点花 种点草 和乐队一起种点蔬菜啊 就这种 你都在北京有土地了 没有 这个房子还厉害啊 不是 不是 那个就是 我去过他家 确实满大一块土地的 我思考一下有几个卧室 六七八 没有没有 不要夸张啊 你因为其实不赚钱 是吧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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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那边去 怎么圆都圆不回来啊 来 加洞子 加洞子 没有 就 就我现在住的地方 就是我的院前 有苹果树 然后有那个 有山楂树 干掉了 因为长时间没回去 你长时间不回去 是在外面工作 过来坐 我在北京 每次给他发信 汉语我过两天再回来 我最近在哪哪哪哪 我最近在忙那个什么什么 没有 那个是工作一个状态 但对于我自己本身来说 我追求的是一个 地狱的生活状态 内心世界 好 喜欢慢节奏的生活 对 对 接下来 慢生活的践行者 这个应该是主声 每一个都是 每一个都是主声 每一个都是主声 主声跟每一个标签 都拿到手里 来 你讲讲 怎么了 没怎么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 有自己的节奏 这句话说出来 就非常的低沉 不好意思 来 接着说 我觉得最怕是 你不知道自己的节奏 快也好 慢也好 其实是你的内心是否平静 或者快乐 这点很重要 说得对 可以结束了今天 已经总结了 快慢都是有道理的 感觉像是在结语 关键是平静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拼命 拼命就是 在我理解里面是有过度 过度 过 对 也有点过度了 你们觉得我过度而已 我真的还行 杨迪 你看 填满碎片的生活 还真是 你会不会有不安全感 深怕向他们这些 谐心顶上来 深怕向他们这些 谐心顶上来 你没想到两年 咱俩都能同台了吧 真的是 你们公司现在 徐志胜那些 让他低调点 他的高于是因为 你们低于干的事情 就是低欲望的人 眼睁睁往上来 往上顶 说是低欲望 我看他们也没少干活 是 哪都能碰到 真是 好 然后 不再钻牛角尖 对 年轻的时候会有一点 其实有一个例子 就是当时在做一张专辑 因为当时是 压盘要做CD嘛 他从小听CD的时候 每一首歌和每首歌的衔接 怎么样再接下一首歌会更好 可能会在里面 卡个几秒钟这样子 让别人重新 再把母带重新再压一次这样子 对 会做过这种事情了 在后来我其实觉得 其实更多的时候 是在你在看整体的时候 不是说至关重要的时候 就揪这个牛角尖 对 也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了 对 就是你钻牛角尖 会给别人带来什么 是 是不是 好 最后一个 那一定是吴泽玲了 是不是 不可能是陈如生了 对不对 是的 人生字典 没有非要不可 典型的低欲青年 因为我的生活状态 就是比较平静的那种 而且之前也是学美术的 就是经常就是一个人待着 然后录了这行之后呢 参加很多那种 就是竞赛类的那种 浮躁的节目 各种 也不是浮躁 就是需要竞技类的节目 我都是不争不抢的那种 比如说有一个环节 可能要选一个队长 你就让给了汪免 你以为我想当吗 我也很难过 奖杯怼到我脸上来的 我就是等他们把剩饭剩菜 递到我手里的那种 所以你是一个 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的这么一个人 怎么说的我这样没用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 简单的快乐就好的这种 简单的快乐 对 另外各位 我们今天邀请了 50位90后的年轻观众 其中有一部分 是低欲望年轻人群体 我们了解了 我们两派的 正式生活状态之后 接下来的两边分别代表 拼命和低欲 两种生活方式 进行两轮讨论 完成两次人生 悄悄版辩论对决 好 在此消彼长的碰撞里面 让我们50位年轻的朋友 投票来决定 哪一种生活方式 会更加吸引他们 成为未来自己有可能 会去尝试的那种生活状态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了解 第一的话题 我们问一下 现场的年轻的朋友当中 有反对职场内耗 整顿职场的年轻人们 有的话请举手 好 你们应该找不到工作了 反对职场内耗 其他人都能够接受 这种加班啊 或者什么都可以吗 其他人都是有工作的人 他们怕老板看见 因为今天的口罩 是这种透明的 来 哈喽 有请 你好 大家好 我叫王震 我是一个拒绝职场内耗的 第一欲望青年 在之前呢 我是一个 拥有很多人羡慕的 铁放板工作的人 但是这份工作 都让我感觉生活非常的无聊 而且一眼可以看到头 所以在前几年新媒体爆火的时候 我就勇敢地转了行 去了新媒体 但是转行之后 感觉又是入了一个大坑 所有人都在每天 周而复始的无限加班 看到很多人 为了老板的那些 画的大饼而去自愿加班 这种自我努力式的感动 让我感觉 简直是在浪费生命 于是呢 我就勇敢地对这种职场内耗 说漏 卖了跑车 然后把老板炒了鱿鱼 直接裸辞 然后去旅行 开始了我没有工作的一年的闲鱼生活 身边很多朋友呢 觉得我不能理解我这样的生活 但是我想对你们说 你们觉得我失去了很多 但是拒绝了职场内耗的我得到 却比失去了更多 我很满意 明白了 他有几个关键词 一个是职场内耗 职场反内卷 拒绝加班 而且可以裸辞 这些话题下有很多年轻人会关注 包括一些热议 我们接下来两队来讨论一下 年轻人可不可以 就是动不动裸辞换老板 我觉得可以 而且我很羡慕 换礼带 就是啊 他还年轻吗 那个 那个 我 因为我现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事 都是90后 94 93 然后当他们到了我们这个接近30岁年纪的时候 他们已经没有底气再换工作了 就他们完全错过了 可以炒老板的这个 时间成本的这个时候 就是还是要有一个这样的经历 对 而且这不停地试错 然后你一定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的 你觉得试错是不是拼呢 不 如果你试错是为了一些目的跟欲望达到 或者收获一定的价值 那是拼 但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开心与否 那就不是拼 开心不是一种价值吗 开心是一种价值 韩哥是我们这边的哈 韩哥是我们这边的哈 我不一定 你看我坐在中间 我们都不用说话 我就是墙头草 我明白了 现在你发言 然后韩哥就站我这边了 我发现了 韩哥单纯就是讨厌我而已 对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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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 我觉得啊 裸词其实 这个因为不能过于极端 像这个小朋友 王称对不对 王称对不对 大家好我叫王振 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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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都不认识你还红成这个样子 王振 王振 王振啊 你是不是刚从申振回来 申振 王振同学 你看他 裸词的基本在于什么 他能把车卖了去裸词 对 真正很多年轻人 有积蓄才敢裸词 有底气才敢裸词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 如果真的想要裸词的话 你要想清楚 你后续发生的那些事情 你自己能不能承受得起 但是确实人生 你不想在乎 但有些东西 确实要压附在你的身上 所以呢 我其实也裸词过 但是我那个时候算是 对 你的电视台 对 我电视台走 跟你感受是一样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 电视台早上十点钟 一直看报纸 下午三点钟才出去拍东西 哪个电视台说出来 已经就不说了 然后呢 到了六点钟左右 我觉得应该下班了 突然我的领导就说 大家要今天晚上 回去通宵剪片子 然后我那一刻就觉得 为什么我们白天的时间 蹉跎了 晚上 该我们真正属于 自己的时间的时候 我们还要去上班 杨迪真的可以 连深圳的郑都不认识 他会用蹉跎这个词 我跟他不熟 王震嘛 对吧 深圳的称 够了 总而言之就是 你还是 确实我支持他 要考虑自己 真正喜欢什么东西 因为人生只有那么 短短几十年 所以你还是要考虑 自己的时间有没有蹉跎 但是你要承受得起 后续的一些事情 你现在是承受得起 因为你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但是很多年轻 你这样建议他们 他们不一定承受得起 对 我觉得就是刚刚王震 自己说的 满足自己心里的 一个需求的一个工作 能够看得到摸得着的 一个固定的 自己已经确信的 一个目标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是真的不太理解 他这种裸辞的方式 他如果说他觉得 他这个工作做得不开心 或者是不舒服 那你换一条赛道嘛 但是他换了一条赛道之后 又觉得这个赛道又内卷 然后结果两个工作都不做了 去让自己开心去旅游 那我觉得 我是完全不理解的 我觉得大可不变 大可不变 不是 快不理解 但是汉语你要想 当还没有找到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又像无头餐一样 一直不停地寻找 那我们可能后面找到的 又是不准确的 那你这个一直让自己开心 你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心玩 所以有一个 有时间期限的摆烂期 躺平期 让自己好好的清楚思考 自己到底该干什么 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小王同学 小王同学 OK 很好 你会给自己一个 相对有期限的 停摆的这样一个过程吗 会 这肯定有期限 因为我也不可能是说 到时候手头上没钱了 去问妈妈要 或者怎么样的 不可能当啃老族 那你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就是已经 正在玩的时间 对对对 正在玩 正在玩 不够开心吗 你还要开心多久 因为之前为什么要裸词 为什么要炒老板鱿鱼 就是因为我觉得 职场的氛文和工作模式 我是不喜欢 也不接受 所以你要等职场没有内卷和那一号的时候再进入职场 你可能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等钱没了以后 我反而觉得这样有点任性 我真的 真心不太理解 就是如果一直处于一个 就等到一个迫不得已才做什么抉择的话 往往都晚了 我特别理解年轻的朋友说走就走 转身就离开 因为什么 因为他有选择的空间 以及能够承受这个选择的成本 比如说大家不再像过去一样说 我今天没有这份工作了 我连下个月的饭都吃不了 对没饭 那么那么有这样的选择 但我觉得唯一一点就是可能需要一些对于他人的这个叫尊重 因为很多年轻朋友转身就走了 连工作都没交接 发个微信给老板拜拜了 那个倒肯定不会 就是该有的交接 该有的一个提前都会做 就把该承担的责任都给承担完了吗 对对对 因为主要是我觉得现在还算年轻 就是能够有这种冲动 就是不要辜负自己 而如果到了年纪大了之后 有了家庭 有房贷 有妻子老婆孩子都要养 到了那个年纪的话 我觉得不可能大家会有勇气螺丝 甚至很多中年人都害怕会被炒鱿鱼 或者是说被公司辞退 我刚刚一直想的事情 就是他刚刚最后算的那笔账 我觉得就是我担忧的事情 因为我和他是同龄人 其实我们的父母 在逐渐老去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 比如说我打个比方 如果我突然裸辞掉了 然后我的手里积蓄五万块 然后我一开始 所有的东西都在我计划之内 突然遇到了一些某些急事情 家里面有事情 他需要的预算是六万块 这种情况是在我计划之外的 但这就是我担心的一个成本问题 就是我裸辞之后 我如何能够拥有一个足够的 裸辞成本去承担这一部分的风险 因为就是算是存在的 小齐我告诉你 那个没有尽头的 对 就当你有五万块的时候 你就会想 我出了什么事情 我要去接受五万的治疗 对 是的 当你有了十万的时候 你就一定不会说 我有十万块的时候 出了什么事情 我这样我还是接受五万的治疗 你一定是接受十万的治疗 所以你的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你的需求就不断地把你往上架 你永远下不来 是 但我听下来 我觉得小王其实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他不是 我觉得他应该想 他不是没有理智的裸辞 对 他是有计划的 他是有计划的 他应该想过 好了 我们现在一个第二个话题 35岁职场换赛道 明智吗 请两队依次发表看法 就这个话题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说 能那么死得了这个事情 还要分事情 就比如说我们行业 脱口秀演员 有很多人都是35岁之后 突然转行 放弃之间的工作 来我们行业的 因为他们35岁之后 这个行业才出现 他们之前没有 想换换不来 他们35岁之后 才发现有脱口秀这个行业 让他们很合适 你看还有一个 一个长沙的黄大姐 对对 我是黄大妈 今年58岁 我的家人到现在 都不知道我在讲脱口秀 我老公一直以为 我在外面跳广场舞 非常 黄大妈讲得非常好 黄大妈 对 但是后面的35岁的朋友 你们就要慎重思考了 因为现在有点饱和了 就 就越来越激烈了 实力劝退 实力劝退 你们再来我就很累了 我就很累了 这都挤出去了 对 太挤出去了 杨迪你今年 那今年 刚好36 超了 所以像我自己 如果真要换 我也不敢大换特换 我不可能换得 完全跟我没关系 学天文去了什么的 那有点太夸张 因为我需要大量的基础 这个问题我觉得 我之前问过我妈妈他们 因为我妈妈他们那个年代 其实属于那种 没机会 没有选择权 他们好像选择的 就是这个工作 基本上每个人一个工作 就是会干到自己退休 所以在有选择的情况下 有选择的情况下张家丽 张家丽吧 肯定当歌手 我劝她别 太不明智了 所以明不明智 我真是不太知道 但是我支持大家换 但最终的结果 要自己承担 对了 承担责任 你要自己承担 因为人生到什么时候 你都可以去做 你想要做的事情 这个是我从来都支持的 只要开始就不晚 对 我妈就这么给我说的 你要从事这个工作 你就去 家里绝对支持你 但是家里 谁也不认识 反正你干成什么样 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是的 就是这样子 对 其实现代人啊 最大的幸福是 选择比过去的年代 确实更自由了 所以你甚至可以 就是说多职业 同时在做 海生哥就是肩并赛道 对 就是当然了 你有可能去追求这件事情 还有一点就是 我劝大家就是 做好心理准备 就是接下来可能 你不是主动换到工作 你是被动换到工作 可能性也会有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如何把它调整到说 我换赛道 是我把被动变成主动 这其实也是可能 更多人可能会面临的问题 而且本身35岁 到这个坎儿 奔四了 然后你要去换赛道的话 你的学习能力 你的自我调整能力 和同样在这个赛道的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优势 但我还是鼓励大家 就是真的心之所向 你就去做 因为人生如此短暂 对 人生端端几个球 不罪不欢不罢休 不欢不罢休 好 我们听完大家的 这个分享的观点之后呢 确实每队都有 每队的道理 接下来两个队 各派一位代表 开始第一轮的话题的辩论 规则很简单 两分钟内呢 完成辩论 敲敲板啊 敲起来的时候发言 落地的时候消音 计时过程当中 五十位现场的年轻的朋友 实时进行投票 统计结果呢 最后就决定了两位 谁是获胜方 来 第一轮的辩题是 高薪不喜欢的工作 和低薪喜欢的工作 选哪个 我们两队队长 上奈何桥 上敲敲板 好来来来 来吧 哇 你看 好 你们真的是太过分了 把敲敲板做那么高 两个个子这么矮的来 我到上面就有点恐高了 脚尖 脚尖不得 两个人端平 脚尖都落不到地 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下来 好 我们先评一下 先评一下自己观点 来 你们是高薪不喜欢 因为你们要拼 我们要拼 对 我们是低薪不喜欢 你们是低薪喜欢 但是喜欢 怎么的 不给钱我也愿意干 对 好 我们现在辩论开始 我们场上的五十位 年轻的朋友 手上有投票器好不好 你们如果觉得 他们说的好的话 就给他们投票 说的不好的话 投票器可以扔在他们的身上 无所谓的 开心就好了 准备了 三 二 一 开始 好的 我们拼命三郎队的论点是 人可以选择高薪 但是自己没那么喜欢的工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是成年人 成年人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隐藏自己的情绪 尤其工作之中 可能这个工作 没有那么让我们喜欢 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 让我们喜欢 它就是高薪 你低薪 你怎么才能让自己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呢 虽然我们工作的时候 可能有点痛苦 对不对 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的生活中 是非常愉悦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上面真的好高啊 说句实话 空拍空拍 好 我们 我们低欲生活派选择的是 喜欢 但是低薪的工作 因为我们低欲望 首先我们就看不到 薪水这两个字 我们只看得到喜欢和不喜欢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是开心出发 那你是高薪让你开心 对不对 那你最后的目的 是不是还是开心 但我们把薪水抛出掉 我们只要工作的时候 就是开心的 为什么要考虑薪水呢 好的 你说得非常好 虽然你工作的时候是开心的 但是我觉得你生活中 一定是痛苦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没什么钱 我们经常说 虽然这样有点俗套 财富自由才是人生真正的自由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一定金钱的基础 你才可以选择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 我们为什么要去工作 因为工作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生活 虽然工作让我们痛苦 但是我们至少 后半生是可以快快乐乐地生活的 朋友们 薪水是一时的 但是热爱是永恒的 谁说我们低薪是一辈子低薪的 我们通过热爱可以不停地打拼 我们薪水会涨的 但它不是 哎呀水没水完呢 等我快 起起来 但他们不是热爱啊 他们不是热爱 他根本不会有能力上的低薪 他薪水是 好 他薪水只是 他一弯 只是一辈子一弯 朋友们 我们思考一下 一个工作 他的薪水就是比较低的 他上升空间有多少 而我们的工作一开始 就是一个高性的工作 那他上升的空间 一定是更大 但是你根本就 那我再问最后一个 对方四个人 你们今天这个工作 你们喜欢吗 喜欢 今天你们通过费高吗 很低 很低 没有 不整齐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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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如果我们有一个高薪的薪水 我们可以照顾的 不仅是自己 还有我们的家人 而你低薪的薪水 你只能照顾自己 只在乎自己 你不是自私 是什么 我的家人特别爱我 如果我不开心 我的家人就崩了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是不是 你们爱这样吗 但是我的家人在乎的是 我的生活 可以照料好自己 并且照料好他们 我生活 我和我的家人在一起 我们的生活都是开开心心的 因为我们至少能保持自己 财富的一个力量 你稀不 你稀不稀吗阿姨 诶 诶 诶 刚刚已经有点超脱 物理现象了 好 差不多了 时间了 要打起来了 要打起来 不是打起来了 瞧瞧把他都抬起来了 太累了就抬起来了 哇 平地升空 刚刚有点脱离 地心引力了 他人都没有坐在上面 我还在上面 你稀不稀吗阿姨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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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这个辩论不是很废嘴 很废当 还在跑票 朋友们 朋友们最重要是开心 朋友们 开心 人家一个字是给你开心 开心最重要 朋友们的时候可以 心思会长 但是工作是一时的 心思会长 你开心的话是不是心思会长 你开心的话是不是心思会长 现在已经是48票有2票 估计是投票计很坏 不断地在跑票 不断地在犹豫 不重要 现在我们来公布一下 我们来公布一下 地狱生活派在这轮获得27票 拼命三郎现在是21票 这一轮辩论赛获胜帮是我们的地狱生活派 因为刚才我觉得杨迪提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自由 是财富自由 而有可能现在对于所有的年轻人来说 他们的自由是 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是我不想做什么 就不做什么 所以对他们来说 我就低薪 我快乐就可以 那是你们还不知道有一些理财产品 哥 你们攒够了以后 你们真的可以 这出这我就 这一句里讲一讲 好 那我们讨论完反 职场内耗的话题呢 我们再来听听看 低欲望的青年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 我们有请 数字极简生活代表 叶丽妍 来 有请 大家好 我是叶丽妍 我停用了智能手机 有一年半的时间 就是到今天为止 在一年半以前的时候 当我出行想去打车 我打开 打车软件 然后打车软件 会给我推借贷 会让我去买菜 当我真正肚子饿的时候 我去打开一个外卖台 他会先问我 你要不要考虑去凑一大堆的红包 就是会陷入这样的一种循环当中 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 我们想只是为了休闲和消遣去使用正能手机 反而最后会露入到一种烦躁不安疲劳 这样的一种焦虑的情绪当中 而这些情绪很多时候很大程度上 都是因为这些智能手机的成瘾性设计而导致的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这位兄弟讲的是 他觉得他无尽的这种推送打扰了他 当然我们现在互联网企业都会有一个选择权 你可以选择不让他推送 是 关闭推送 同时我们把一种就是现代的一种生活信息传递的方式 归因为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 比如说成瘾性 这怎么会怪技术呢 这是我们自己的弱点 如果我今天能够控制到自己刷一段视频 我就看十分钟真的能放下的话 那他就不会真的打扰你 是这样 但问题难点在于好像他很符合人性 我们现在做一个非常快速的测评 我们现场的50位年轻的朋友 可以放弃智能手机智能手机的 请举手 能离得开的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好 现在说手机 来 喊 我要 马上给你换 真勇敢 他们可以啊 他们这边就是做的可以 但是大部分40多位做不到 肯定不行 大多数 好多人每天要刷一两个小时的 主要是那个短视频他算过一定会让你上映 主要是那个短视频都是杨迪拍的短视频 好看的不得了 我最近又拍了一个赶紧看 真的 有有有有有有 大雨可以吗 我没有办法 我现在基本上每天睡前确实就像 韩哥说的刷两个小时左右 还有 而且我会看 但是我会看一下就跟我有关系 或者之我有用的比如说一些舞蹈视频啊 一些穿搭啊 一些电影啊 又自律了 瞬间又自律了朋友们 对啊 一些电影啊 一些电视剧啊的一些片段啊 看人家演戏是怎么演啊 看人家短视频怎么拍 看人家穿搭怎么穿搭啊 必须完全离不开 储生 我也很难 对 你都很难吗 你也刷 曾经有试过在某视频软件 就删了三回 四回 然后 对 然后完了又下载下来 删了它多久 中间空了多长时间 对 有时候一两个月吧 一两个月 那还可以了 什么契机突然又特别想弄回来 就是想看 想看杨迪的短视频 听说我又拍新视频了 没有 对 突然想看了 然后就下下来说 那我就要看的时候再下载吧 就这样子 我们现在大家使用手机的频率 真的是越来越高 国外有一些大学里面做一些研究 智能手机成瘾问题 中国现在是全球排名第一 WHO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把毒瘾 酒瘾和网瘾并列了 网瘾分为重度 中度和轻度 重度网瘾是要靠 药物才能够治疗了 这么夸张 手机成瘾 你看 视力下降 现在小朋友戴眼镜的太多了 是的 还有就是 他对外界没有兴趣了 他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个手机 里面可以看到他想看到的一切 不愿意玩 不愿意出门 不愿意是大自然 不要是游戏了 在这虚拟世界里面花的时间 比真实世界还长了 对 我跟你说一个极端的势力 我有一个好朋友的侄儿 成绩特别好 后来迷上了一款游戏 然后就成瘾了 他妈妈是个成年人 说怎么可能会上瘾呢 我也玩 我就不会上瘾 结果 母子组成了一个战队 出去打比赛了 打比赛了 打到了长沙第一 两个人 对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兴趣 觉得太无趣了 一天到晚就扎在里头 瞎孤里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 我们说他已经来了 而且他也不可逆的 有些时候科技的进步 就会付出一定的 生活习惯改变的代价 那可能目前来讲 我们很多不自洽 失恰的原因是因为 他跟原来的传组生活 产生巨大的冲突 所以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 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共生的 而且未来的年轻人 可能确实是在虚拟世界里面 有很多的价值创造或者存在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整个生活状态 都会因为它发生改变 积极地会说这是进化 然后消极地会说这是一种损伤 有的人也说科技的发展 是魔鬼嘴角 不易察觉的一丝微笑 天使脸上突然展现了一丝丑容 这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忍者见仁智者见智 那我们现在中国是真的是 全球排名第一 我们现在问一下两对 每天现在在手机上花费的时间 大概有多长 我们先自己排个序 然后再来验证一下 至少会比他那边时间长吧 他们号称自己是低运吧 一个小时吗 排第一是不是排第一 最久 泽灵为了今天这个投票 整夜没睡就在刷手机 王勉排第三 储生应该排不到第四 那我第六吧 小琪你第几 我感觉我也排第三 海权我觉得对 我觉得 我有可能更靠近 我有可能就第三 哥你分三在三台手机上 好好对 我最少 那我排第四吧 所以大家都认为自己 不可能是倒第三名 就现在这个状态 是我们不分伯仲 你看这边低欲望的 都在这边 反倒是拼的 反倒还在下面 他们没空玩 他们没空玩 我们大部分时间在拼 没时间玩手机 这个原因 好 事实是不是你们这样的呢 我们现在就依次揭晓答案 请你们按照排名的顺序 依次拿起手机揭晓 各自的屏幕使用时间 并请你们截图为正 这个是日均 哇 日式均真的很少 然后这个是今天 韩哥的手机是空的 妈呀 什么都没装 自认为牌子最前面的泽灵 先公布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我要跟你们解释一下 我的不是最高的 因为我才六个小时 因为我还有平板 还有电脑 就是光手机就六个小时了 七小时十四分钟 哇 我是七小时零两分钟 四小时四十分钟 五小时十二分 三小时二十四分 那最好 对对对对对对 他今天只看了五十八分钟的手机 太厉害了 你每天斗地主 逗挺久 逗地主逗挺久 每天逗两个小时地主 今天 逗地主 你还说你每天晚上 追觉之前看穿搭 练舞蹈 你说的倒是挺好 每天都在学习 逗了两个小时 欢乐逗地主 每天睡前 刷两个小时左右 看人家演戏是怎么演 看人家短视频怎么拍 看人家穿搭怎么穿搭 必须得看 必须得完全离不开 逗两个小时地主 今天 必须得看 完全离不开 人事啊 我自己都不知道 人事风大 我今天才玩一个小时 十五分钟手机 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看看 下面就是抖音 我有看的 我下面就是 对 下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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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问一下排名前四的 天呐 王敏 你真的 这没活儿吗 天天给家 你干啥 你给家那干啥 那你主要是看什么 钓鱼吗 对 我就是 快看钓鱼视频 也会看一些音乐类的 然后还有那个 就是美国的喜剧的 单国喜剧的视频 然后一个专场就一个小时 对 一看就很长 对 我 就是微信 我昨天也很好奇 他到底为什么 要一直看微信 看这么久 其实我不是看微信 第一点就是我的手机 不提示任何消息 所以我就会 打开微信 放在旁边 比如说我会这样 打开之后 然后我就下意识地点开 这样滑一下 然后确定没消息放在一边 然后手机屏幕的使用 就是它可能放在那儿 其实看你关注了哪些公众号 就知道你玩微信的次数多不多 比如说八卦类的 我不看 不看 微信公众号 我给你推几个 给你推 对 我一般在微博上看什么 全呢 资播 上周是社交软件是21小时52分钟 关于创意的这个标签是5小时23分钟 效率与财富是2小时33分钟 我们刚刚在聊什么各种软件 他说 效率与财富 关于创意 关于社交 关于效率与财富 泽玲就是玩游戏 玩游戏还有一些短视频 睡前 包括起来之后 我可以看短视频 看两到三个小时 再赖着 然后再起来 睡前 对 比如说我要看一个那种 就是去荒野求生 他从头开始造木头 然后造房子 或者是一个刷地毯的 或者是产羊蹄的 赶海捡撑子的 产马蹄 对 对 现场的很多人看 很多人看 短视频的镜头让你一个研究透了 我的天哪 你们看刷地毯那些修羊蹄 很多人看 看这类的视频 让我感觉到很解压 会让我的心情更加的愉悦 就没有在平时生活中那么的紧张 可恶 那你们看那个狗吃播 或者开珍珠看过吗 我看过狗吃播 看半天 我喜欢狗吃播 太解压了 那个太解压了 那个刷地毯的太好看了 我没看到过 我好像看到过刷地毯的 你们说的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不懂 没想到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张图片 我问大家在没有这个智能手机的场景下 会如何处理问题 也请我们的叶利焉 来跟我们讲一下处理的方式 好 来 我们第一张 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 怎么联系家人朋友同事 叶利焉 你现在用的手机 是以前那种普通的手机吗 是一个比较神奇的手机 BPG 是一个COLG 是这个样子的手机 只能拿电话 好像一个计算器 对 它长得很像计算器 但是它当中也确实有计算器的功能 但那个计算器的功能极其难用 你好像在发布会一样 是 最新的带来这款手机里面 我们这款新款的呢 超高 但是很难用 智能手机呢 它其实只要是开通智能的 它能有一个后台 那么很多的这种 我们所谓恶意软件 都有机会飞进去 如果你确实要保证自己的通话安全 或者记录安全的话 那可能有些人就用这个手机 我们这个圈里有一个人巨神 就是信 信 苏建信 他手机都没有 他出门带一张电话卡 走到哪里 只要有电话亭 他就打个电话 我在这个附近吃饭 就苏建信你要找到信 你就要找他的助理 但韩哥我必须要说一下 信哥现在就使用手机了 每天沉迷点外卖 你看看 穿个手机 咱们点个外卖 信哥已经发现智能手机的好了 第二个场景 进入各种场合 扫码 这个是个大问题 那你怎么办呢 健康码的目的是为了防疫 是为了保护人们的生命安全 但是你要去支持防疫 并不是只有显示绿码 这么一个手段 其实是有很多老年人 他一 不会用智能手机 二 可能他也不太愿意 去学使用智能手机 因为他本身 确实是有一定的使用门槛 相应的这些世老化政策也是有的 所以你就可以去尝试 使用老年人的那些方式 比如说我自己来的时候 在高铁站 我就是刷了身份证 做我的人工通道 我就和他说 你看我的手机长这个样子 我不能扫码 但是这是我的身份证 你可以登记我的信息 他是有一个专门的人工通道 就方便一些包括老年人在内 也包括不使用智能机的群体 去使用 我想问一下 你在排队的时候 跟你同样年龄的 或者是跟你年龄差距不大的人 多不多 其实是有的 但是大多数人是因为手机玩的太多 但是没有电了 对对对 很多人没 我手机没电了 移动支付时代 不用智能手机怎么解决付款 现金 干活 干 打工 我们这里面应该很多人 好几年没用过一分钱现金了吧 没有场合用 就没有机会用现金吗 但我一定会带着 我也会带现金 我也会带 我是怕手机没电了 或手机不小心掉落 然后有一个几十块钱在身上 应急 对对对 那你就是现金 现金为主 然后也可以刷卡 刷卡 我们卡了 对啊 还有卡 都忘了有卡这个事情 Post G 现在还有一个更新的就是 数字人民币 它会开始再试点一些实体的卡片 它也是一种卡 对 数字人民币 对 只要你习惯了 你就不会觉得不方便 我当时一开始 其实没有去想 所有事情到底应该去怎么做 当你去做了以后 你也会自然而然地去 接受了 就不过如此 其实每件事情 如果现在没有智能手机 都还是有它自己 都是有替代的方案的 只不过是它有一些 很明显 有一些需要你自己去尝试之后 才会发现 那有人会觉得 你这样的这个做法 是违反了咱们 就基本的科学发展的规律吗 刚才也有提到 像科技如此进步 你为什么不用它呢 就效率很低啊 对啊 技术确实在进步 但你怎样去使用它 有些时候是一个很私人的问题 你是要使用多少这样的科技 你要怎样去使用它 以及就是你在生活当中 去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一些 人性的弱点 这都是值得每个人自己去思考 自己去探索的 利言你是什么工作来着呢 我是咨询类的工作 咨询师 只能打电话咨询 打电话咨询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平清 不是 是我的客户会一般是比较稳定 然后他们已经习惯了 我的一个知识各种方式 邮件 或者是 也会 其实我是会用微信的 但我并不是说不会用 只是我会在工作时间 在自己电脑上面用 然后到了 就工作时间结束以后 我就停止了 这个也好 不用智能手机 就是生活里边 就选择了这样的方式 你的生活和就是工作 是分得很清楚的 他现在除了戒掉 智能手机之外 他也尝试对数码产品的依赖 都有哪些尝试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电脑 打印机 这样一个桌子 包括有电脑 包括有打印机 包括有相机 就是我会在这个桌上去完成 比如说去发布内容 去和别人沟通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在工作当中 真的需要使用微信的时候 比如说还有一些其他的软件 邮件等等 然后像这个 它也是起到了 比如说录制的作用 你打开就可以录 就非常方便 就像 因为我自己 之前有把自己的这段生活 给分享出来 也就是用这台相机给录的 就十分十分的方便 你分享 用智能手机分享对不对 我在电脑端分享的 拍下来直接挡电脑 它并没有拒绝互联网 对 没有拒绝互联网 它没有拒绝互联网 它只是拒绝智能手机 对它使用的盘博 这个是我平常用来发布内容 以及就是沟通的 而这边更多是我用来生产内容的 这个刚才提到的 就是我更多是做咨询类的事情 有个卡 对 我会就在上面记录我的日常 对 就是就像我们的手机的备忘录一样 上面有一个防丢的这个卡牌 就是如果万一我丢了 它会告诉我到底在哪 其实你还是用了很多高科技 对 这个也不智能 这也是一个照相机 这胶片 胶片照相机 就是现在其实胶片相机 在年轻人当中反而是 挺火的 越来越火了 越来越火了 一年能找黑年了是吧 嗯 找黑年 我哪一年的 不是上海人吗 不是上海人 不好意思 因为上海人啊 腔调 哎 腔调 黑胶唱片也复古 它其实不仅仅是一种 真正的这个工具性的需求 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呈现 对 是个品质的改变 那如果不打开 你能猜到这里面吗 这肯定是打字机 我见过 是吗 你会 你会真的每天带着用吗 我不会每天带着 但是我确实每天会用 那中间打错了一个字 那么多对一 就废掉了 重新再来 就废掉了 你看这个相机 这个胶卷要冲洗 然后怎么怎么样 真的很复杂 它会付出很多 更多的时间和代价 但是你对于放下智能手机 到底觉得 最大的收获可能是什么 是 就是刚才提到的效率 其实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去纯粹为了速度 很多时候会牺牲质 牺牲它的质 而牺牲这个质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还要去反攻 还会去牵涉到更多的沟通 会让你非常地痛苦 实际上 这种所谓的追求效率 会让你慢下来 专注 对 专注力 所以 很取决于每个人 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 和工作方式 就是你的生活方式 对 听完了丽言的这样的一个介绍 有可能会动心 会尝试 某一段时间 会远离一下智能手机 但是什么时候加回来 这就是随信 对不对 看电话 对 我们谢谢我们的小叶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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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谢谢您 数字极简呢 确实是现在讨论度非常高的一个话题 发现现在有一个现象 就是年轻人在朋友圈 就慢慢地就没有分享欲了 不发朋友圈了 你们两派观点是怎么看 办吗 我是没有朋友圈 没有朋友圈 对 18年我就卸掉这功能了 不发的原因是因为不想看别人 还是说不想分享给别人看 不是不想分享 其实我也平时也没有那么多 想要去分享 对 你现在发吗 我发 我上个月发两条两首歌 对 就还想朋友知道 宣传做新作品 没有不是自己的歌 我可能才能猜到 你们想的是谁的歌 我也有那首歌 下个月是哪位哥哥发歌的呢 我们一起说出那首歌的歌名吧 找不到一首四首我的音歌 这赛场的可能 但凡能发一圈的都发了我的歌名 下个月一定是 都发了我的歌名 但是朋友圈变成了三天 但是朋友圈变成了三天 为什么就只有三天 只给你宣传三天 只给你宣传三天 好 我们现在请大家拿出自己的手机 看看大家上一条朋友圈是什么时候发的 然后每天花多长时间刷朋友圈 有多少微信好友 首先说微信好友 来 我微信好友一千六百一十九个 九百五十七个 一千多 一千多 一千五百四十五 两千四百七十九 两千八百一十三 一千六百五十八 海权哥都吓死了 我发现我的朋友圈里有六千九百九十五人 六千九百九十五人 六千多人 六千三百六十 整个湖南卫视的人都在你手机里吗 就是一个人活得久 可能朋友就稍微多一点 我的天哪 我最近都觉得我要应该再清理一下我的朋友圈 几个人了 你还清理 四百人 我觉得吓死我了已经 这六千多人什么想法 佩服 好忙 好 上一次的朋友圈什么时候发的 八月份 八月份 宣发 我们今天向上啊 宣发 我们今天向上专家界那一次 对啊 二零一八年二月 哦 也是一八年 我是今天上午的十一点二十四 最近听一首歌听得挺上头 八月十七号发的海权哥的歌 我也是八月十五号发的海权哥的歌 海权哥的歌 海权哥的歌 好 我们对于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啊 这在朋友圈里面已经不大愿意分享了 不发朋友圈 大家两派啊 怎么看这个事 海权哥发的很多 我其实是这样想啊 就是发还是不发 取决于你的动机是什么 社交场景里面的内容 往往是就是想证明我是谁 或者是想诠释我是谁 要跟这个世界分享 我的生活方式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种人类的基本本能 但是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呢 是既有那种有必要分享的 有些是营销内容 权哥那个地方非常适合发 六千多人 别浪费 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媒体啊 我跟楚成哥刚才聊了一下 我俩就是都不发朋友圈的人 然后其实我俩刚才的感觉 就发朋友圈就是 你在向世界证明你是谁 但我们觉得没有必要 向世界证明我是谁 我们只要 有这种功能吧 对 只要认可我们是谁就好 并且我们会觉得朋友圈 他现在变成了一种社交负担 就是比如说 咱们我跟迪哥 在一块就在这坐着 迪哥发个朋友圈就在这坐着 但我要给他评论一条 他当着我面给我回复一条 我们俩就坐在这 然后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给他评论一条 他要反过来 再给我的朋友圈评论一条 还要给某些哥哥做宣发 这是累死了一天天的 所以其实如果没有朋友圈的话 你会轻松很多 而且现在呢就是 互联网它有记忆 它有爬虫 对 验过流痕 验过流痕 所以你有的时候 朋友圈你个人觉得 是一个很私人的东西了 你没有想到两三天之后 这个东西弄到网上去了 你这根本不知道谁搞出来 而且不知道是谁 对 六千多人怎么找 所以我一五年我就停下来了 你去怪谁呢 你只能怪自己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拍两队 进行一个代表 进行一个辩论 便提示 智能手机到底给生活带来的是 便利还是困扰 我们这边肯定就是孩子 这还没说呢 太投票了 这什么意思 这么坚决 哎哎哎哎 王大好啊 各位同好继续啊 地狱生活派继续啊 投地狱生活的手机都没收了 待会儿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现在不能投票啊 来 我们的拼命的这一组 拼组带来的是便利 我们的第一友是困扰 这边是谁 我们派出高汉宇 那我们这边派出小白哥 来 我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用的是智能手机 还是普通手机 我用的是智能手机 但是我用智能手机 仅仅我用它的功能 更多的是便捷于我的工作 我的生活 不一定要靠它 才能够维持我的幸福感 和我的愉悦感 所以我更多的时候 是直接与我所在意的人沟通 当你工作了一整天特别累 回到家没有饭吃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 除了打开手机 点一个外卖 你还能怎么办 你想多了 因为我家里面 有我在的人给我做饭 有我在的人给我做饭 做饭 哇 哇 哇 啥狗粮子 这么做饭 因为手机给大家带来了 虽然一定上的联络遍地 但实际上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需要近距离 近距离的 而不是远距离只靠手机 隔着屏幕 我感受得到重点 感受得到重点 从对方的情绪 你说了那么多没有重点 不是 我说真的 你该我了 该我了 我就告诉你 而且 你平时 而且 没有车打车的时候 而且手机 你除了用最后手机 还会给大家 你还能用什么 这我们对 我就告诉你 而且你平时 而且没有车打车的时候 你除了用最后手机 你还能用什么 没有车打车的时候 你除了用最后手机 还会给大家 你还能用什么 你还能用什么 这一局看的是体力吧 好了 时间到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再看一下 好 再看 投票结果是 不好意思了 我们拼命三郎是27票 地狱是23票 两局打成1比1比 好了 我们这个拼命三郎 和地狱派生活 本质上都是上进的 只是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 有所不同 地狱的生活方式 还是现在体现了很多 年轻人不想在大城市卷 因此就诞生了第三空间 数字游民公社 听说他们这一次 把这个公社一脚 搬到了长沙的某一个 山清水秀的地方 我们就一起去 沉浸式的体验 天天向上提醒您 消耗看点 大家好 我是安吉 数字游民公社 范娑 它越来越现代化 会不会就跟城市 就越来越贴近了 那你为什么要拒绝城市 为什么要否定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要拒绝城市 但我们去了公社 不就是为了逃离一些 逃离城市不是为你 逃离高科技 逃离电力吗 不是的 你这城市只是为了 姐姐你今天应该来 我们棚里录节目 真的 我刚才在车角板 嘿 别人我们上这了 那我不是想当于 换个城市生活吗 那只是服务于你们自己 老百姓能看懂吗 对他们的生活有意义吗 天天向上 待会儿见 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在浙江安吉的乡村 有一个数字游民社区 把城市的科技便利 搬来美丽乡村 吸引了各地年轻人 过着互联网线上办公 边工作边旅行的 数字游民生活 到了这边之后 你能感觉到 它能够最大程度地 消解信息解放 但在这边 就会有无数多的职业 你就会发现 你原来不理解的事情 原来是这个样子 他们在生活和工作的拉扯中 寻找到一种自我的平衡 在这里 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 过着低欲望 但依然努力实现 自我价值的生活 好 嗨 欢迎来参加我们的 哇 全是甜品 韩哥 给我们准备的也太丰盛了吧 排排坐吧 这是什么 炸什么东西 豆腐 就是包姜豆腐 那两位先跟我们电视间观众打个招呼呗 大家好 我是范缩 来自那个安吉数字游民公社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庆红 然后大家都叫我核包蛋 我也是来自安吉数字游民公社的原住民 缩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公社 这么快吗 我们吃点东西 不用不用不用 我们都急着下班 我们都急着下班 我们先吃点豆腐 主要是我怕豆腐老 稍等一下 给你们这边 谢谢 蘸这个辣椒 你们来夹点 夹着辣椒分分 谢谢 苏苏是哪里人 浙江人 浙江哪里啊 浙江栗子 荷包蛋是哪里人呢 温州人 我也是浙江人 保温州也不好懂啊 天哪 要稍微包容一下我们的普通话 没关系 我普通话不行 这个数字游民是个什么概念呢 简单来讲就是 当你的工作不再受地理的限制 不受时间的限制 那你的工作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进行 然后你就可以有收入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数字游民 就比如说 你的工作是只要有一台电脑 或者一个手机 在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做了 然后你就可以创造你的收入了 比如说有什么工作的限制 其实我觉得 霍果兽也不是不行啊 但有些地方没有观众 没有观众 有场地的限制 不是说所有的地方 就是比如说你一年中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就到各个城市演出 比如说我们那种 我明白 就是你的状态是生活和工作 是在一起的 就叫个数字游民 对 网绵其实特别适合这个 开着车到各个地方去调游 然后写个稿子什么的 只要有网络就会 对 然后到城市里面去演出 对啊 所以你太幸福了 那像我这种人 如果到你们那儿 能住两天吗 还是说有什么基本要求吗 我是挺欢迎你去的 但是我们那个 它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会希望你常待下来 公社游民的话 有一个要求就是七天起 最少是七天 对 因为我们希望你在地 然后产生一些交流 我们不希望你只是去打个卡 或者一天两天 然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这个变化我觉得不能够硬性地要求 它有变化 对对对 有变化 一天也会有变化 个体差异 个体差异 个体差异嘛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 打开自己的速度会有点慢 有些人可能刚开始去的时候 都以为自己是个社恐 但是你会发现 在那里待到四天五天的时候 所有人会开始不舍得 那是因为他开始发现自己打开了 然后开始跟大家有接触了 所以我们后来发现 这个七天定律是有一定作用的 其实不仅仅是来这体验一种生活 大家还要交流起来 是的 是新的人这样 你们是 看太阳吗 大概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在地有六十多个人 从去年十二月中旬到现在 应该有两百多到三百个人 然后集体牵液 就是来来去去 有的人走了又回来 但他们到了全国各地 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聚在一起 比如有一帮朋友 他们最近到了大理 然后他们在大理 依然会以曾经坐过邻居的这样的身份聚在一起 就把人吸引到一块去 所以我们就驻扎了 我们不是说集体迁移到一个 它不是吉普赛那种 是这个地方是固定的 但是游民们可以过来 然后全国有很多这样的公社 然后你们也可以用这个地方作为起点 开着车出去 对 没有任何不方便的地方吧 我觉得会有一点不方便 如果 京城远一点吧 对 就是没有那么多娱乐选择 就是往外走 住在车上还是帐篷 那边有宿舍 我们是一个片区 以前是一个竹木加工厂 那它是坐房车的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是住在房车里 但我们园区的人不住在车上 也不在帐篷里 又住在房子里 不是住帐篷的 不是露营的兴致 就是现代化的 那边有 住了宿舍 我们自然生长出来分享多的东西 因为原来是没有准备的 然后我们现在园区里面有 KTV室 健身房 然后有抬球桌 然后也有毛球场 然后玩飞盘 篮球 什么都有 但是问题是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准备的 就是所有人憋坏了以后 对 没错 是吧 就憋坏了 觉得应该有一个什么以后 大家会自发的自然 我觉得是一种需求 对 因为人群已经足够了 数量已经达到了某种需求就产生了 然后它就自然而然地发酵出来一切 慢慢你们那个地方也会变成城市生活 有电影院 有地图 电影院我们有 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有最大的投影 然后我们也有那个小的投影 你愿意在哪头是你们的事 那你们是等于说共享生活 对 但是苏苏我有个质疑 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公社 它越来越现代化 会不会就跟城市就越来越贴近了 那你为什么要拒绝城市 为什么要否定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要拒绝城市 但我们去了公社 不就是为了逃离一些 逃离城市不是为你逃离高科技 逃离便利吗 不是的呀 你这城市只是为了 姐姐你今天应该来我们棚里录节目 真的 那我们要把他再敲敲板上 快来来 这样我就上劲了 敲敲板 敲敲板 那我不是想能换个城市生活吗 城市里面生活成本很高 然后非常拥挤 但是到了乡村 你依旧享受了它的便利 同时你又享受了美好的环境 很好的空气 然后又享受了非常低廉的生活成本 你为什么不选择城市 我错 来 投票 投票 不要拒绝便利 这话说的太好了 他们不存在生活上的那种 比如说减法药 或者刻意地去减少生活上的便利性 或者说改变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 只是换一个场景 是 肚子游民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叫做地理套现 不想要在城市里面 花那么高昂的成本去生活 我的工作时间跟工作地点 是可以自足的 那我就可以选择一个 生活成本更低的地方去生活 比方说你在上海 北京 你可能租个房子要八千 那我可能跑到一个小巷县城 一千 我就可以租到一样很大的房子 那我就有七千块的钱 我是省下来过日子的 现在好多都在发展这个了 就是比如说有些城市周边的一些 之前的农村 可能现在大家撤走 但是那些地 其实好好开放下都是有用的 你是来找创业项目的吧 你看他们那边很多都有 还有很多书 有图书馆 是吧 而且我们做的是一个创意 就是艺术创意图书馆 全是进口的书 你在乡村的图书馆里面 会能看到 就上千本的这样的书 那只是服务于你们自己 老百姓能看懂吗 也可以去 他问题是能看懂吗 对他们的生活有意义吗 我觉得生活是潜移默化的改变的 我觉得你不能说一 就是你说的那么绝对的说 好 因为我们这个图书馆的东西 可能过于的太前沿 或者什么 对村民是不是 就是他们看不懂 但我觉得你不能这样 去思考问题的 思考开始 对 上课了 听懂了吗 韩哥 真是 我其实就是 希望他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因为现在的农民朋友 不见得看得懂 但是他们的孩子 将来一定需要看得懂 是的 但是首先他们要看得到 看得到才有看得懂的机会 所以带过去是完全对的 我们现在其实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问一个相对敏感的问题 那我们建立的公社 是为了盈利吗 不是 到现在其实你也是一个 义务服务的一个状态 差不多 因为我们其实做这个 其实就是也是为什么呢 我们就是觉得这件事情 是需要的 说的就是我们会觉得 这个是有个未来的 但是现在你肯定是盈利不了的 目前的这个规模跟状态 我们肯定是盈不了利的 但是以后我们会希望 它会我们有些回馈 只有场地盈利了 那我应该搞场地 对 先从事你是等于说原来从互联网企业辞职 然后给你男朋友 然后对对 就住在车里 那车里要改造的对吗 对 就我跟我男朋友 其实辞职是真的就是 因为看到自己的未来 就是你就像在一台座山一样 你爬到一半的时候 你发现说 你上面你登顶的人 他们的那种状态 你觉得并不好 看不见未来不可怕 看不见未来才可怕 对 是的 你就知道那个是不是你想追击的 对对 然后我们可能就觉得说 我另辟蹊径走一条 可能我们不知道 未来长什么样的路 但至少可以挑战一下尝试 对 我觉得至少有趣啊 未知啊 对 对 刚开始就是 我们自己改造了一辆车 然后我们生活在车上 一直在到处走那样 我们俩是在车里面住了六年了 哇 在车上 住了六年 刚下来 今天第一次出车 每天都下地 对对 六年 但是我们以车为家嘛 后来就是有很多人找我们改车 然后我们就开始觉得说 也可以用上我们很多以前的技能啊 这样子 就是好像挺适合我们做的 我们就慢慢开始自己成立了工作室 这样一辆车就可以就是 又持又住 还有还有什么 是的 是的 哪有 对对 就是完全所有的生活都在车上 接下来我们就两队 分别到那个房间去过夜 过夜 就是过眼 过下眼 去看一看一些隐藏功能 首先我们派这个地域生活 这个组 去房车上 解锁 榻达米咖啡下午茶的功能 好不好 那我们拼命三郎组啊 我们第二批进入房车 要解锁的就是衣服晾晒功能 要解锁成功就能够回到露营区 好不好 好 怎么晾晾衣服 晾在我外面那个后视镜那儿 不一定不一定 好 我们先 第一组 炸炸米咖啡下午茶 对 我们洗好了衣服就要你们去晾 一会儿一个光着榜子出来说衣服已经洗肠了 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 好 找一下 哈喽 哈喽 欢迎来到我们住了六年的家 下衣服的不能是延伸到室外的吗 肯定是 是在车底 应该在车底 我应该在车底 这这个就是他的名字吧 你看一看 感觉一下 硬是把他压下去呢 他在担心死了 怕不够怪 那他们要把桌子抬走吗 我当时的愿望就是去大理 然后一把吉他一条狗 那也是非常向往的事情 但是但是被效果困住了 哈哈哈哈 还有五年的合约呀 哈哈哈哈 你说那些 你说那些没用 天天向上 待会儿见 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好我们先我们先第一组 哈喃米咖啡下午茶对 我们洗好了衣服就要你们去晾 一会儿一个个光着把他出来 说衣服已经洗肠了 塔塔米在哪里啊 塔塔米 他肯定是 他肯定是有一个隐藏的 就是塔塔米应该是把这个 先挪位 这个可以降低 这个身杖的 身杖的 要降下去之后把这些全部打 听我刚割的 因为他研究过 我我我不要 真的是这个 真的是这个 这个就是塔塔米对吧 对对对 你要把它降下去就行了 还真的是 对就是你两边其实不用全打开 对盖住 旁边有一个有个抽拉的 他应该是个电动的吧 你试试看呗 不是这个 应该不是这个东西 他的开关应该在旁边才比较快 我这么像个麻将鸡 我们也干过在这里凑马将 走到了吗 没有 那 那个应该电灯吧 一旁 那硬是把它压下去呢 不能压 不能压 他现在担心死了 怕我们都怪 他妈把桌子抬走吗 他没有电动的应该是机器 其实是是这个了 对对 其实是这个了 然后 但只是我们没有找到控制方法是吧 对 对 对然后往下压 哎小银腿 所以这个就是塔塔米是吧 嗯 来 哎呀 要把它填进去 哦 我强迫身好舒服 哇 那他就是床了 你看看你们收后这个东西 对 这小猪 哦我知道了 桌子喝茶 就是可以在 对我们今天下午就是一直坐在这边喝茶 喝了一下 对 我找了咖啡豆 然后这儿冲壶 哦你会吗 我 我 我咖啡爱好者 好的好的 要不你来吧 可以 哦你这还有法壶 各种壶都有 对 韩哥 啊 韩哥 啊 我们找到了 你们喝到咖啡了吗 那个 再磨呢 再磨 那你们把咖啡端出来才算数 好 端出来给大家一起喝 待会儿 别端出去吧 不然它滤半天 对 就拿两个吧 好的 好的 我们去找晾衣服的地方 感觉你们像转场了一样 去了个别的场景 你们是要解锁什么晒衣服 晒衣服 晒衣服 这不是吗 就在外面这个线 对啊 就在这晒就完事了 挂这多好晒啊 对啊 我们找一下啊 哈喽 欢迎来到我们住了六年的家 我找到晒衣服了 这儿 只能一件一件晒 虽然可以 但是并不是正确答案 啊 你在晒衣服的地方真的是一根长杆 是不是啊 你们猜 肯定是哪个地方收缩进去了 我觉得 晒衣服的不能是延伸到室外的吗 肯定是 这个晒衣服是在车里 在外面啊 在车里 在车里面晒衣服 不是在车底 对 在车里 我应该在车里 那个 那个能刮 拽一下吗 你的右手边就是 这个是不是 对那个绳拽一下 拽出来 是冲水 里面的灯亮了 漂亮 是挂在这吗 就是这个吗 也有人这么干过 我们挂过浴巾 要横 这个板子 那我觉得你们好像忽略了另外一个区域 这儿吗 车头 前面那个网是不是挂衣服啊 那些网就是 那那么简单 就是就是 这么简单 你们都找了这么久了 就是这个网 开吧 我开头一上来就看那网 我就想 是不 以为是一种装饰 我以为那是个非拍摄区域 对 所以拿帘子给挂 是这样吗 对对对 然后我们一般把帘子拉起来呢 你知道那个车里面 其实它那个白天的时候太阳是 温度很晒 对 温度很高 很快会干掉 对 你们在哪个地方停留的时间最长 这六年 在云南待了一整年吧大概 对前后 等于就是每天都在车里 是的 对 还是好好玩 怎么样找到了吗 好好完成任务 很容易 就在驾驶舱 在驾驶舱里面了 对 它上面就是布置的网 横胶织的网 哦 我们体验完这个数字游民物质极简的低欲望生活方式呢 就真的觉得特别的特别 对就是大城市的快生活 还是小城市的慢生活 你选哪一个 低欲派王敏 Q的这么死吗 看半天不说 我其实是比较向往小城房的 我当时的愿望就是去大理 然后一把吉他 一条狗 然后在大理搞一个美食 大理等你 这是他的人生 那也是非常向往的事情 但是被效果困住了 还有五年的合约呀 你说那些 你说那些没用的 年后见 我现在所有的工作 都是希望我能尽早地收回那样的生活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是住在小城 所以我现在其实还是比较享受大城市的那种便利一点 但是我不排斥去个自然风光很好的地方玩乐 但是如果真的选择在那边生活 还是需要一些勇气和一些抉择才行 对 年纪还小 就是这样的 年纪还小是吧 36也不小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好的一种 生活状态其实就是四个字 就是随遇而安嘛 小城大城你也不会影响心情 低欲或者是拼命 你也能够享受期间给你带来的 物质上的快乐和心情上的那种愉悦 所以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去过什么样的生活 因为人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追寻快乐 同时要调试 你想要的快乐和你自身所具备的条件之间的匹配度 对 如果你想要的快乐跟你自身的条件不匹配 你就是求之不得 对 就是巨大的痛苦 所以你自己去调试就好了 你总归会调试出来最好的快乐 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 天天向上第四季特别企划奇妙超能力职业技术学院成立 有请我们全球形象代言人 0713男同 这就是千让 预算都在这儿了 所以李胖我们就声音配一下 比我们姐们还要穷 天天向上 奇妙超能力职业技术学院 全球代言人滑落谁家 我的目标是打入你们那边的内部 我是第一批天天兄弟的被选的 也是最早被天天兄弟团淘汰的人 最后选择了号名 远远 今天咱们在这个地儿叫什么来着 天天向上 那咱们多久没有见韩哥了 那太久没有见韩哥 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天天向上 谢谢各位 你俩可以重新出道 人气大地天 0713男团 谁会笑到最后 我的影响力是很高的 爸爸妈妈去上班 我是幼儿园 你要是这样我就不服了 远哥最近都很红啊 感谢你给我邀请 会不会唱你 真的是 时间都去哪儿了 他很听过 我没有这么做 这个环节还好有你陪我 有最好的陆星河 不要唱我不是告诉你了 行吗 林林厚的孩子 能不能够当面给你们沉重的打击 请上台 你稍微注意点 我脾气不太好 不影响就是毫无影响 你没有不要拿话筒啊这段 只有在那些春晚上我才知道 时光 时光买鞋吧 我又多了什么 我都不知道的代表 那是怀子兄弟 只有其他五位哥哥可以接住王征亮 像叔叔叔叔的狗 你是要把我们拆散吗 我已经彻底的裂开了 我挺住 陈胜哥哥和其他哥哥在一起 有一种孩子们在闹 爷爷在笑 刚刚这边有一位叔叔 现在 爷爷爷爷爷 请他多说一点 有个帅哥在滑水 他跳错了 他跳错了 你们确定他们的那个节目 真的很火吗 有人看吗 我好担心这个环节播出以后 你们那个节目的第二季 有可能都没了 到底谁最适合当代言人 喜欢朦胧的夜晚 因为不必看太近 喜欢亲着的微风 因为能吹走伤心 他思雨 纷纷是距离 留下过痕迹 模糊也清晰 他思雨 触碰到不定 能拯救自己 那斑驳的心灵 随她吧 随她吧 习过的故事 随她去把弄个小瓜 哦 随她吧 习过的故事 忘了下去 一切的力气 大声说再见了 当个笑话 随她吧 随她吧 随她去把弄个沙发 哦 随她吧 随她吧 放下去一切力气 大声说再见了 随她吧 随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